歡迎來到今集的交視電場的news 我們都坐定在家裡了 大家都不要細緻出去走一下 工作關係就沒辦法了 怎麼樣了 各位 疫情關係 我一直看著那個外國人的嘴巴 以為是你正在配音 又正在配音 你這些外國人出去工作都不戴口罩的 是啊 他們還扔口罩的 我們有時看到這些高級國家領導人員 脫下口罩扔掉的 不時就會明白到他們真的不是這麼想戴口罩 但是阿欣欣跪下 她說每個人都會犯錯 早點說吧 先說一點點 其實我們就想說Associated Press 媒體的組織 只是他們自己 感覺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廣告 只是自己會公開一個訪問 解釋他們自己正式跟Sony一個partnership 無論自己的partners也好 或者是freelance也好 都會盡量採用Sony G系列 Alpha系列這個system的選擇 其實字面的內容裡面解釋 其實它說的是幾個重點的 第一 就是說今時今日 他們對Mirrorless已經是他們最大的選擇條件 就是再不是單反 但是Mirrorless裡面 在那個選擇空間 其實它都是說可以選擇鏡的群組 誰是最大的 當現在那個媒體除了硬照之外 有很多都是影片來的嘛 那哪一個品牌是可以在兩者之間 取得一個最好的平衡的呢 他們就選擇了Sony 還有一個比我們之前想像的那個概念 它是更加上得長遠的 他們都想過 我看裡面的內容都說 因為他們公司都有些video組織的嘛 是啊 是啊 他們video組也打算轉系統的 接著談開說 那些相片和影片可以互相用 那就很方便了 譬如video同事又說 你的相片放過來 擺放在圖片上 又不會有不同的特別的顏色 可以銜接得很好啊 譬如4K的video 去放在網絡那裡 就是那些放上網的環直線 解釋得很足夠啊 所以在考慮這樣 就是video和相片裡面的銜接 是互相彌補不足之後 其實這個和這個什麼 這個靜音快門各方面的東西 都可以銜接得很好 所以走mirrorless 看看現在誰是無反制霸 有完整的鏡頭配套 再加上影片和相片中間 可以完美融合的話 我們第一部Sony A7 到現在已經有幾一年了 已經有八年了 所以說的是一個 其實是由無反到操到現在 大家都決定要完全採用無反 因為基本上是 你要現在跟我說 轉回號單 基本上大家都已經停止R&D 5D都說不再會出5D 都停了 就是肯定是世界就無反世界了 但是一個傳媒媒體一定會說 我要找一個穩陣的系統 就是除了它本身那個時期之外 它足夠的硬件可以支援的話 直到現在這一刻 那個龍頭就變成了真是Sony 還有再說多一點 其實它也在說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當5G這個世代真的來臨的時候 哪一家公司又有相機 又有電訊科技的融合呢 當然不是說那個 Infrastructure 除了好像Ericsson、Nokia、華為 是可以建造這個發射站 但是有手提電話的公司 Sony就是其中一個了 就是說如果你要將那個Integration 就是說你的電話和相機 中間互相融合 或者可能我甚至乎拍照的時候 要立時立刻可以用5G來做一個傳輸的話 相對來說可以做得最快融合的公司 你已經是Sony來的 因為它都是同一個大公司的公司 所以這宗新聞其實已經奠定了Sony是大哥的地位 可以這樣理解 可以這樣理解 因為想回歷史上 譬如以前最早的50年代是拉卡的世界 記者一定是 在拉卡有其他人走到一邊 後來你單反就淘汰了他們 有一段很短的時間 就是Pentas和Nikon 後來Nikon出了F系統之後就在毛組化 其實就是一家獨大的 當年都是 就是看一下 後來就轉了做數碼之後 用Canon的記者就開始多了 就是之前都少一些的 就是白鏡那個年代就差得很厲害的 就是自動對焦菲林五機年代 是嗎 是的 Kolin就經歷過了 兩邊是一樣一半 基本上那些 可能那個Department 最高那個 或者隔離部門的頭 都是爭論Canon的Nikon 很好笑的 因為Nikon的機動性是強的 就是以前的 比如摩打比較穩定 火靠 火靠 火靠一些 後來到Canon追到上來 就兩家頂立了 現在無反年代就暫時只有一家 你猜有哪一家可以和Sony撼到呢 會不會太遲呢 我懷疑Canon可能可以的 說得多低 它好像和Apple挺友善的 是嗎?為什麼?有什麼下一步? 有的 因為其實有時 Apple以前發佈很多和相機建立一些關係 它會出一部相機的話 它都是捉Canon的 所以我很懷疑下一個 和Sony競爭的就是Canon 那現在Nikon Alliance Nikon可能只能和Sony合作 我想 是啊 你說它是CCD嗎? 鐵牌機 說起 大家都在說 因為很多人問 Z6、Z7 那塊CMOS 不是背照式CMOS 是前照式CMOS 其實會令它的ISO表現好一點 但是Z5那塊CMOS 你猜是哪一塊CMOS? 題外話 是不是A什麼那些? 是啊 A7哪一部? 你猜一下 2千4百萬 2千4百萬 不知道 7、2 我也是這樣想 應該不是7、3 對焦能力 那天我們沒得試 因為都是工程機 是樣板機 所以試不到 是啊 我試了 我試了那支 580.95的對焦能力 對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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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關係非常重要 價錢會定義它是怎樣 希望 我都想它出得多些東西 是的 其實它們有競爭 才是我們用家的福利 是啊 我們現在就有最大的優勢 因為當A7III提升到萬一元不用 Canon R.O.P.應該也跌破了1萬元水位 那四母機繼續在賣 跟著R&RP慢慢跌了低一點的價錢 看下Z5如何以極速方式令普羅大眾所接受 我也是很想要極速方式 因為之前我的同事經常都跟我說 真是的 追蹤很厲害的 鏡子又沒有規定 最近早上臉時又不覺得怎麼動 技術好像很厲害 是的 其實我們都要說一些公道的話 拍片裡面來講 常常都說Sony現在很好用 但其實到大家慢慢對拍片都有一個追求的時候 我自己都買了一個Atomus 然後錄一個Sony A7R II的輸出 但其實我發現原來我用錄影機錄出來 這條片都不是怎樣剪得好 因為其實它是4208bit 但是在這個位置Nikon都害怕的 它那些設計機全部的HTML output都是420bit 那一下再加上剛才你說的鏡頭沒有briefing之下 其實變相這個位置可以說是一個性價比相對來說高一點的系統 如果你是入門又想剪片的質素高一點點 而鏡頭你都會定在一個自己一個自定的platform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來的 除了這三個品牌你考慮的話就是選擇它 但是如果你再加上Panasonic 那事情又複雜了 所以都是好事來的 看看它們可以競爭一下 不過現在如果說起Panasonic 我都有想法 我們有搞過GH5 又搞過GH5s 想著它出 full frame 應該不用想了 但原來到它 full frame拍片的時候 就覺得有另一個故事來的 記住了 以AF來說它都排得不是太前的 不是太前而已 就是肯定的KanonicCon 那個AF也不錯的不錯的 挺好的 是的 我定不到次序的嘛 我唯有這麼說而已 好 第二單News 喂 Joey 厲害了 這件事 真的很厲害 厲害到這兩天發生過什麼事 聽到雷聲都聽不到 語點也找不到 哈哈 但是我最喜歡的品牌 Pentas 有新機出 新旗艦 就是72小時了 哈哈 哈哈 7月22號大家有沒有看過任何有關新聞的 還是我們交涉在做香港獨家呢 是不是我們去了情行時空 喇喇喇 它拿出來了這一刻 哈哈 哈哈 首先 剛剛才說到這個已經進入了無反年代了 是啊 是啊 但是Pentas這個品牌 走著這個Pentacon加Contest 又怎能夠放下它的歷史包袱呢 就是這個50鏡 是不是 反光鏡加50鏡 2020年的7月呢 它繼續是出一部單反機 還要是APS-C的單反機 是旗艦的flagship 你看看這個夾仔的手頭上的那隻腳 嘩 開心到它呢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的 這部這樣的單反 嘩 用起來真的很有歷史的感覺 嘩 旗艦機來說呢 它真的是最快的了 我們交涉呢 現在嚴正呼籲香港的這個麗角的代理 是不是麗角啊 麗角的代理 聯絡我們 我們很希望可以跟大家試這部新機 你知道啦 我有很多Pentas鏡 是啊 我都是珍金白人買了Ricco的 所以我這次不是來講Ricco的 李光啊 李光是不是 李光 是啊 李光 是啊 是啊 希望可以碰到這部機 是啊 但是可不可以用到我的Takuma嗎 你的那些 因為原裝的 好像K-mount一樣的嘛 K-mount現在是K-mount的嘛 M42的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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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期的那些 很著名的屏幕 這個是柳令屏幕 但是聽說呢 這次沒有 那部新的APS-C 喂 沒反網啊 旗艦機 不用反網的 它現在擺明是跟拉卡走的 你沒有擺旗艦嗎 是啊 就是不斷對單反是繼續做一個堅持 就好像Range Finder那樣 我要解釋回攝影歷史銀河裡面 是不是 在Range Finder年代有一個品牌堅持自今 叫拉卡 它正在做一個人類保育計劃的嘛 那你 五零鏡這件事就擺明是Pentas負責 雜無旁貸啦 是啊 是啊 它應該 一路出下去的啦 可不可以出一些 超乎不一樣的 或者好像Pen那樣打橫出個Fill Finder 打得不行 半格就APS-C啦 又說就像Penasonic那樣出一部單反的size 但是是無反來的 我真的希望出一部Sportmatic 但是就是digital版 就跟拉卡玩同一個 是 同一條路 是啊 無限的堅持 因為其實Pentax都很創新的 就是它有堅持就是它是做第一部的中幅 是在賣10萬元以下的嘛 那時候好像一出來賣8萬8萬的嘛 這些廣告上 是啊 這部我也碰過 其實這部很棒的 是啊 這些商品的商品一定會用的啦 我們一般不用這部 拿出來是被人使用的 那些行家不會用這部的 就是它會說你沒有錢啊 是啊 幹什麼呢 沒有錢買貝啊 是啊 那個年代 有錢買映樓沒有錢買貝 是啊 有錢買映樓就不用買貝 有錢買映樓跟人租貝的那些 現在成功了 是啊 又要剁我出來 就是釘十字架的了 就是給人 是啊 我看一點點不覺眼 其實K1 Mark II 那個i組由100去到81萬 其實是很厲害的 Pentax 天文 拍天文嘛 Alan經常都要拍天文 經常出相的啦 很厲害的 是啊 還有它的機身都很堅固的 聽說 防水一流的嘛 是 是不是防浪 是啊 什麼在說美軍那時候 整部機身就用沙子蓋著它 再淋水之後拿出來 沖完就直接拍的嘛 可能就來打仗呢 這部Pentax會不會 絕處逢生呢 原來其他機全部用不了的 一登陸的時候全部用不了的 你經常蓋浪的當然啦 你知道啦 這個島有很多浪 現在又海又島 我來這個島 我來這個島 最後當然是壓軸的 這個 厲害的 歷史品牌 Heritage的品牌 M10 R 是 怎麼看呢 兩位 M10 就是M10加個R 就是什麼 好像那些Sony的字眼 R要代表高階漲度 是不是這樣解釋 是啦 Resolution 其實我看到這宗新聞 第一時間就立刻找一下M12 現在多少錢 是 大家都很期待 大家都很期待 都叫跌了一點啦 現在三字頭 唉 不過其實三字頭了一段時間 是的 那說著這部機器裡面來講 就是說 只是將那個像素終於去到4000萬像素了 除後的東西 二千四百萬像到升上去4000 是吧 是的 除後的東西就是沒有分別 包括Muffin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件事是反制的 因為呢 就是我沒用過 我沒用過不知道這樣說 會不會被lika一些忠實粉絲插呢 不要緊要你說什麼都插的 我會說一些溫馨提示 你先說一下 不就是這樣 就是lika你有部Q的 你4000多萬像素OK的 AutoFull 那你首先AutoFull 是吧 嗯 起碼手沒有那麼容易震 那 但是你這部M10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的 你真的是菲林機來的 那個是初心來的 以前菲林機是大概1200萬像素而已 是吧 還是再低一點 800萬像素 800萬左右 是啦 那現在你說到4000多萬像素 那我想 你又沒有五族防震 你又沒有AutoFocus 你真是 我先心理一下 我由4000上到6000的像素 都要調低一級發門才可靠 如果放大你看的話 所以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還有像他現在這樣 他都用不了 他都要插一隻眼仔 是啊 之後他還要說到 插一隻眼仔之後 他的touch screen是會暫平的 是啊 這件事是反智之極的 因為我之前那部都是買了一隻眼仔的 事不閒 就立即買了 不想了 是啊 很明智 它是低能的 它是個面子 它是個面子去到眼睛那裡 你明白嗎 當你拍完照片 你看Payback 你在眼睛那裡看Payback 你不可以在螢幕那裡看Payback 它改了 現在它改了 可以給你在螢幕那裡看Payback 但是呢 那你這麼大的像素的時候 你用10字字來按上下左右 你移動一移動很慢的 本身touch screen是OK的 但一插到眼仔之後呢 就沒有touch screen了 你按十字按 就阻礙了 阻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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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素高了 嗯 其實真的對不到很招的 Range Finder 嗯 理論上呢 根據形式你剛才也說了 Philm是八幻幻象的 那在以前呢 在這個經短照片的年代呢 都很多厲害的攝影師 用Nika 用很多經典照片的嘛 那其實去到現今世代 再說回來看呢 其實是蒙的 那你又 其實用Nika沒有那麼介意 是否閃閃 不是用Nika 是否介意 是那個年代 大家都不閃閃 是 就是 就是大家富有了 大家都富有了 不能窮就窮得了 不可以一夜之間說窮回頭 那要再說多些反智的東西 就是那個CMOS本身是不錯的一塊來的 那當像素高了的時候 那你的機身 你要靈活運用的話 那當然你的Processor 再加上Buffer 你都要加強 你才可以融合到 那4000萬以上的Sensor的啊 你看看你現在那條片呢 那個疾的程度呢 就應該會像那部機的疾的程度 你這麼快要什麼呢 沒有生活質素的 Nika 哪有人拍這麼快 哪有人拍這麼快的 是啊 Nika 為什麼要這麼清呢 它現在給你多了一件東西了 有列至M 不需要你捲片的了 那時候的Apps都還要捲片 所以其實我講到最後一句 你給2,400萬像素的CMOS 在由Nika M10出完之後 到現在都有3年半了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就已經有很多代好的 2,400萬像素的CMOS出來了 就例如Sony哥的A73 那為什麼不讓那塊歡迎不到 大一點 大一點好一點的CMOS 要對上去4000萬像素呢 因為用Nika的朋友是喜歡Nika 首先它不是喜歡拍RAW 自己撿那些 第二就是 它們會聞不上的 我看一下我手持 Handhill的Manual focus 都這麼sharp 真的很high 那這次4000萬就糟糕了 現在是將難度提高了 它就有買的衝動 如果你說換了一個好一點的CMOS 對它來說沒有分別 因為它都是在看那個JPG 再加上Joey 你這個影片裡面那個resolution這麼小 其實是手震了的 像素這麼高來講 我不敢放大 基本上就是 還有那個File這麼漂亮 不如用Sony吧 為什麼用Nika 衛球File很漂亮的話 根本上就不應該選Nika 但是外殼漂亮嘛 Nika 它要那個忠實的顏色的味道 它見Expo3賣得這麼貴 原來這個市場是做的 所以總括而言 其實我是有點失望的 那你預期什麼呢 你預期M10R是有五軸防震的 不是啊 我預期就是它操控的方面會好一點 飛音格式也是一件熟視 有Fim Curve 對 但是它不可以和附屋師合作的 它和它 和它 但是它背後的Panasonic 其實數碼上都帶給了它們很多優勢 你看到Nika SL2也好 其實有很多東西 雖然你不會拿來拍片 你Nika要很忠實 但是其實比方的防震都不是真的那麼差 真的 你們真的打算防震 是啊 真的沒有了初心的了 你Handheld Manual Fold 但是等你可以拍到多些照片 暗些拍到照片 有什麼問題 但高ISO我當然是需要的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 你買了Q的了 你不會買M機的 因為在一個用M機的人的防震 就是我一不就推高ISO 一不就本身我可以保持同樣光圈快門ISO 但是我手持可以長一點 Nika是一部全手動機 就是你要計算那個手動機 有多了自動捲片 就是你要拿回那個按鈕 就是Epson有的 你有沒有Epson Nika的那部Epson 是啊 還有它現在會令到M10的價錢 不會大幅向下跌 對 那我們就沒得買機了 我就打算跌到2萬多元 買吧 就是了 又可以拿回Nika出來 又不用被人笑了 是啊 就是2萬元買一部M10 那ExpoFear 你們不明白的了 日式的情懷 好 那我們今天news的第一部分 先講到這裡 這支不是七公匠 那支 不是銘匠 這支銘匠 31.4 連天走的 都要 啊 我們幾乎 我看到了 我們幾乎 這是 Regent